OK,我们来看一下1.4到1.7的这个 Legit Part 2的部分 以致直线Y等于KX-5 通过-2E的这个点 求这个直线 所以这个K如果没有错的话呢 应该是-2E,如果带进去的话 K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OK,所以1等于-K-5 拉过去等于6 然后呢,这个-K拉过来 这个拉过来 所以是2K等于-6,K等于-3 OK,这个对 然后呢 Y等于-3X-5 所以如果-3X拉过来 就会等于3X加5 3X加Y等于-5 如果Y等于0 X就会是等于-5 这个就是跟X轴 X轴的交点 X轴Y等于0 所以它直接带Y等于0 就可以找到了 OK,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A 正确,非常好 第二题 第二题求通过点2-3 且斜率为1分之1的直线 这个我们直接用点斜是Y加3 Y减去这个-3就是加3呢 等于M就是1分之1 乘上X减去2 然后呢,我们就 我看一下它的做法 一般上我会2直接乘过去Y加3这一边 不过它没有 它好像把2分之1乘进去 就会得到2分之1X-1 2分之1X呢 拉过来 变2分之1X 这个-1拉过去 又变加1 得到加4 过后呢,再乘以2 乘以2 乘以2 再乘以-1 所以就会得到X等于X-2Y-8等于0 这个答案应该是C 第三题 已知一条直线通过A4-3且斜率为2 那这个应该也是用点斜4 我们写一下 Y加3等于2乘上X-4 OK 然后呢,乘进去咯 就会得到2X-8 移过来 2X-Y-3-8 就会等于-11 好 所以第三题的答案是E OK 也是简单 第四题 求图中的这个直线方程式 这个呢,其实就是两个点 好,两个点的分别是 02 还有 不是 20 还有0-3 你也可以用这个拮据式 拮据式虽然在我们理科班的课程好像去掉了 不过呢,它好像是在小节内心那里有提到 拮据式呢,就是说我的X-A A 加上Y-B 等于1 这个A呢,就是X结局 B就是Y结局 在这边就是我们的X-2-Y-3等于1 如果乘以6的话 如果乘以6的话 就会得到3X-2Y等于6 再拉过来的话 就会得到3X-2Y-6等于0 第四题的答案是E OK,这样子来看啦 也是简单啦 好,第五题 在图中A-4-1 直线AB 还有直线BC 互相垂直于B B呢,又落在了一个 这个Y轴上 AB的斜率如果是1-2的话 请问BC 是得方程是多少 是什么 OK 红冰的做法 他先找这个直线 其实这个直线呢 是什么呢 他用点斜式 斜率为1-2 经过点-4E 所以这个 Y-1等于1-2乘上X加4 这个其实是AB的方程式而已 好 这是AB的方程式 1-2乘进去 然后这个拉过去 你会发现到应该没有答案了 因为这个 这个是AB的直线 我们不是要找AB的直线 我们要找BC的直线 但是这个有用 你这个做了之后 你要找B点的话 你就带X等于0 所以X等于0带进去 你就会算到Y应该是等于3 也就是说 他这个点呢 应该是03 找到了B点的话 因为AB的斜率是1-2 BC的斜率呢 必须要是1-2的负导数 也就是-2 所以你的点斜式 应该是要经过03 然后斜率为-2 当然因为这个03是Y结局 你可以直接用Y等于MX加4E Y等于-2X加3 移过去 得到2X加Y-3等于0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1 OK 这题答案是1 第6题 求通过-3-3-2 还有-3-5-3的这个直线方程式 这个理科班呢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 先去找2个点 这个叫做2-4 就是给你2个点 理科班的课本呢 给的做法呢 就是先找斜率 Y2-Y1-X2-X1 找了斜率之后 然后呢再带点斜式 当然这个做法应该也是 也是OK的 所以Y等于3-2 除以5加3 就会等于1-8 再带点斜式 你就随意找一个点 假设我用的是5-3 Y-3 等于1-8 X-5 8乘过来 8Y-3-8 24 等于X-5的话 我们的X-8Y 这个拉过去 加19 等于0 所以这题 这题的答案应该是Dongki OK 第六题的答案是Dongki 第七题 以至A 与B 的坐标分别是-39 还有5-8 球 通过点A 跟AB 垂直 的直线 所以我们要先找AB的斜率呗 AB的斜率就是 8-9 8-9 8-9 除以5-3 除以5-3 就是5加3 就会得到-1-8 然后呢 因为跟AB的这个处义值 它的负导数就会是等于8 所以它斜率等于8 它又通过点A 我们用点斜式 Y-9 等于8 乘上X加3 3 就会得到8X 加3 8 24 全部移去右边 就会得到8X-Y 加上33 吧 OK 所以它的format应该是Y等于MX加C 应该是Y等于8X加33 答案是E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答案都是E 这么喜欢E 好了 再来看这一题 求经过点A 3-1 且与直线平行 这个直线你移一下它 就会得到Y等于2X加3 换句话呢 跟这一条直线平行的话呢 它斜率呢 就会等于2 斜率等于2经过A呢 就用点斜式了 Y加1 等于2X-3 2X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2X-6 好 2X-Y -6-1等于-7 等于0 这个就是它的直线方程了 为什么我的答案呢 去了哪里 你 这 点刀子现在去 接一遍 有一個題目在哪裡 這個題目 不管啦,应该没问题啦 老师要怎样知道斜率等于2 哦,因为我整理成这个format了之后 这个format y等于mx加c 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做y等于mx加c 就是x的系数呢,就会是斜率了 x的系数就会是斜率 mx, sorry,不是mx加3,mx加c 这个c呢就是y结局 c就是y结局 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整理 因为唯一能够知道斜率的方法 一定要整理成y等于mx加c的format 我们才知道那个斜率 所以这里当然它不难,这个移过去就可以了 y等于2x加3 就是y等于mx加c的format了,所以它斜率就会等于2 ok,然后因为它跟它平行嘛 这样斜率就要跟它一样了 就大概是真的意思 ok啊 好,第二题 以至两个点 4-5还有63 ab的终点 这个容易啦 6加4等于10 10除以2等于5 对吗?5 然后-5加3等于2 -2除以2就会等于1 所以终点应该是5-1 然后5-1 我的答案不完全哪里 我的题目到底是哪里采出来我都不知道 pdf为什么找不到 ab的斜率 ab的斜率 我们算一下 3加5 除以6-4 对吧? 3加5除以6-4 3加5是等于8 6-4是等于2 月减就会等于4 然后斜率为4 那如果我要找 与ab除以值且平分的方程式 所以除以值平分 他要经过终点 他斜率 ab斜率是4 他的负导数就是-1 好 -1 所以我们有点写是 y加1等于-1 乘上x-5 4乘过来 4y加4 -1 乘进去 -x加5 全部移过来左边 得到x加4y 减1等于0 这个就是那个垂直平分线 当然垂直平分线 这一个题目他有给 我们叫做step by step的crackdown 那当然这个做法就最快 如果他没有给的话 直接叫给了两个点ab的垂直平分线 那我个人认为比较快的是那个 摄动点xy 然后x去a的距离等于x去b的距离 那个做法呢 是我个人是觉得最快的 至少他不用 他只是展开方面会比较複杂 这个应该有演示过了 这我就不讲了 第三题abc三个坐标分别是7-2,3-1,还有-3-4 求通过点c 迁于ab平行 我们去先算ab的斜率了 ab的斜率呢就是1加2除以3-7 就会得到-3-4 然后呢通 因为平行就要有斜率就要跟这个-4分之3一样 然后经过点c 所以是y加4 等于-4分之3乘上x加3 very good 4 只是延续 你们讲 延续-4分之3他乘进去了 我的一个习惯 分母 我先讲一下我的习惯 分母直接乘过去对面 4y加446-3x-9 再移过去右边就会得到3x加4y加25等于0 看到吗 就是最后你的答案 你好像不同 对 应该 因为这里是负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还有负的 对吧 移过去应该是正 好 这是错漏了一些 我个人感觉上你好像不知所措 乘了进去又再提1分之1出来 对吧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就直接的把4乘过去对面的话 那你就直接挑这个步骤了 对吗 我的第一个这个步骤跟这个步骤是一样的吧 所以你要注意 你我们注意 这个是我的做法 我会把分子乘过去右边 我会把分母的乘过去左边 这个是一般我的操作 就会 目前我练习到最 最快了 然后呢 也比较 那个 呈现出来的答案也会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也比较容易 整理 这样子 好 第四题 求通过点-2-5 与直线的处于直的直线方程 哇 这样弄错题是吗 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简单 我好像给到你们新学的历届去的感觉 因为我在这一份pdf找来找去找不到 应该不管这样多了 我们照样解 而且也在你们的范围内 也算当初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首先我们要跟这个直线垂直 这个直线的斜率多少呢 我们就移过去 x-7等于2y对吧 y就会是等于1分之1x-7 所以它斜率等于1分之1 然后又要跟这条直线垂直的话 斜率就会是等于-2 y加5等于-2乘x加2 -2乘进去 因为这个没有分母 我们就直接乘进去 -2x-4 全部离去左边 就会得到2x加y加9等于0 OK就这么简单 第五题 直线L与正x轴正y轴 分别交于A跟B点 以至OA雷OB L通过3-2 那这个图你稍微的画一下的话 它大概长这个样子 也就是3-2的这个点 然后呢它通过这个 然后它会在正x轴跟正y轴切 然后这两个角度 这两个的长度是一样 OA跟OB的长度一样 换句话它是等要直角三角形 等要直角三角形 这P-32 其实它邪率是多少 它邪率是-1 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因为它这个是45度 45度呢 这个又往下的 它基本上是-1 基本上是-1 Anyway 我们来找一下A 它的OP的长度就是3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再开根号 因为O是00 所以那个339 224 9加4等于 9加4等于13 这个答案是等号13 L的方程式 这个L的方程式呢 跟OP有什么关系 好像跟OP有没有关系 这一题 如果你看得出来 因为它45度 斜率为-1的话 那这个做法就很容易了 Y-2等于-1乘上X-3 那乘进去呢 -X加3 移过来X 移过来X加Y-5等于0 这个 这个点呢 基本上就是55 然后因为X加Y等于5 X等于0 Y就会等于5 XY等于0 X又会等于5 所以这个点是50跟0 50 还有05 看出来 就是当X等于0 Y就会等于5 Y等于0 X又会等于5 所以这个呢 OAP的面积的话 很简单 就是2分之1 底是5 高也是5 5 525 除以2 你可以写成12.5 OK 所以写成12.5 就这样了 那很简单 我真的是放错题吗 我一直感觉到我好像给错 给错了 不管这么多 继续 一条直线L经过-3-4 还有与这条直线垂直 求L 那这个整理一下就会是-3X加3 所以那个写率是-3 然后呢 L跟它垂直 就要拿-3的负导数 就会等于1 3分之1 弄错了吧 3要拉过去除 负负得证 3要拉过去除 是1 3分之1 OK 做错了 所以3乘过去 我们有点写是Y-Y加4 等于1 3分之1 乘X加3 3乘过去对面应该是3Y加4 32 等于X加3 然后移过来 就会得到X-3Y-9 对吧 -9等于0 然后呢 这一条直线 在两个轴的结局 你带X等于0 你就会发现到 X等于0 Y就会是等于-3 对吧 3Y等于-9 -9除于3等于-3 你带Y等于0的话 X就会是等于9 好 所以它两个结局 分别是0-3 还有9跟90 或者我好像有跟你们讲过呢 那个X除以A 加上Y除以B等于E 的这个format的话 你就会得到X-3Y等于9 除以9 X除以9 减去Y除以3 等于0 所以9是X结局 -3 就会是Y结局 好 这个做法也可以结束 第七题 如右图所示 一条直线经过 02 B是28 C点是-1K 3点 一条直线通过3点 3点贡献了 然后呢 与这个X轴呢 相较于D 求这个直线方程 求直线方程 简单 因为我们有两个点 其实就可以找到 那个直线方程 我们先找它斜率 先找斜率 AB的斜率 就是8-2除以2-0 对吧 2-0 然后呢 就会等于6除以2等于3 协力为3 经过这个02Y结局 就会是Y等于3X加2了 好 就找到了 过后 它要找D点 还有K 这个D点呢 其实简单嘛 就是Y等于0嘛 Y等于0 X就会是等于-2除以3 -2除以3 然后呢 K怎么找呢 就是带X等于-1嘛 X等于-1 Y就会是等于-3加2 也等于-1 所以K K基本上呢 就会是等于-1 然后呢 D点呢 D点呢 就是D点是什么呢 D点是-2 0 就找到了 这题蛮简单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好像是拿到了数学给你们做 数学的难度会比较容易一些 呃 第八题 两个点 P和Q的坐标 求与PQ垂直评分 的方程式 垂直评分的方程式呢 最快的做法呢 你就设一个动点 XY X加2的平方 加上Y-5的平方的开根号 等于X-4的平方 加上Y-9的平方的开根号 左右取平方 呃 根号去掉 前平方加两个前程后 4X加后平方4 Y平方-10Y加25 等于X平方-8X加16 加上Y平方-18Y加81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是其实不用担心X平方去掉Y平方也是可以去掉的 这个18X拉过去 呃 加8X加8加4等于12 然后呢这个18-10等于8Y OK OK 然后呢 这个81 加16 等于97 25加4 等于49 49-97 97 9-7-8-5 所以是负48等于0 好像都可以除以4 4 3 12 4 2 8 4的话呢是12 所以这一条就是它的直线 你要的话呢 你也可以说用刚才的做法 我们先找终点 终点是4减2等于2 2除以2等于1 9加5等于14 14除以2等于7 经过这个点 然后呢先找PQ的写率 PQ的写率9减5除以4加2 就会等于4除以6 等于3分之2 负导数就是负2分之3 所以我们有点斜是 y减7等于负2分之3 x减1 2乘过来 2y减4 724 负3乘进去 负3x加3 拉过来 3x加24 3x加2y 负14 加减3等于负17 我再看一下 9加5 9加5 省于14 14除以2等于7 没有错过 y减7 这两个相加等于2 2除以2等于1 9加5等于14 对吧 14除以2等于7 y减7 这个应该有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有没有问题 斜率9减5 4加2 9减5 4 4加2 6 月减3分之2 这边2分之3 还有负的 负成进去 还是这边出错了 还是这边出错了 8 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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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9 8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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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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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7 8 9 9 9 我考试的时候啊 每次啊 我会用两个方法来做 不是说我很多时间 是真的怕说我们其中一个方法 做错了 像刚才这里 做太快了 25加4应该是 29 我会写到49去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